大家好,我是犀利影评 今天我们聊一聊电影黑豹天下 在开始之前先感谢B站的朋友 之前因为我声音沙哑的问题 视频都是找网友配音的 他们鼓励我应该自己来 我想了想也是 所以今后的视频我都会自己来干 而我个人的第一期选择的是这部青春的电影 黑豹天下 还是先来收入本片的剧情 黑豹天下是典型的噱头大于内容电影 剧情非常薄弱 是一个古老的清理门户的故事 如果用当时炫酷的方式来介绍的话 可以这样来说 黑豹教父邓光荣 为对抗同门大师兄 元首都市其合 千年炮女林青霞 金枪情合梁家辉 黑豹天下是典型的噱头大于内容电影 回贵夫人袁家丽 黑豹岛王任达华 电脑神童张伟健 雙面臥底陈明珍 此看黑豹七金刚 如何铲除黑豹黑星血落 都市亦有江湖 都市江湖的恩怨成仇 尽在黑豹天下 想必各位看了这样的剧情接受 对这部电影要说什么 人是一头雾水 没关系就算你看完全片也是这样 不过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它很好玩 正于怎么个好玩法 建议大家自己看正片吧 黑豹天下在网上评论的人并不多 其中很多的评价 连几个线的一半都达不到 主流的看法是 新派武侠走到了尽头 只得一开始都市齐下的胡闹 电影主线不明确 剧情发展随心所欲 编中各种无厘头的桥段表演过火 配角喧宾夺主 穷心拥挤的情况下 只是动出了一锅奇迹影响而已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我们要说这部电影 因为我个人认为 黑豹天下是一部港片的标本 那什么是港片呢 这个问题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官方的说法是香港本土 就是字幕上的这些 只不过这些都是废话 我来说若我个人的理解 港片最重要的是港位 我们把时间回溯到20年以前 那个时候中国内地正处在经济发展时期 人民物质生活逐渐富足起来 但精神生活相对来说较为富足 于是像香港这样娱乐业发达的地区 输出了大量的电影 电视剧填补了这一空白 比如我小的时候 罢评的是欧阳振华和关永和 这件事在很长时间里 让我不禁感慨这两口子真是能拍啊 香港不仅输出了电影 电视剧 还有港姐选举这类博人眼球 人们群众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 港片或许就是我们心中的那份记忆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情怀 看到那些熟悉的人和熟悉的地方 听到那些熟悉的音乐和熟悉的话 比如这句 你饿不饿我煮碗面给你吃 在一些细腻的地方 比如大话西游里 观音对志宗宝说 你没变成孙悟空 是因为你还没遇到那个给你三颗痣的人 这句话里的痣和字 在粤语里发音接近 换句话说 紫霞给了志宗宝三颗痣 志宗宝留给紫霞三个字 这就是岗位 扯远了 我们还是说回黑豹天下 这部电影难过了非常多的娱乐元素 即便今天来看 有很多还是不过时的 而演员阵容上 耍酷的邓光荣吸引了当时的成熟男人 阿易辈的美女吴嘉丽 林青霞和青春派美女陈明珍 郑艳 梁家辉和任道华负责了搞笑戏份 也承担了片中动作戏和枪战戏 这两个是毁灭性的角色 还擦遍当时如日中天的独神系列 以至于后来国内VCD厂商为了吸引眼球 胡乱取名什么 堵侠三黑豹天下 但所谓错有错找 奸商们暗合了这部港片的想法 也算是大家同根同源了 说了这么多 我回过头看了我写下的东西 感觉很混乱 又好像是跑题了 又好像什么都没说 也好正合着黑豹天下这部电影 乱糟糟到一塌糊涂 但就是莫名其妙的好玩 欢迎大家订阅以及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